碰瓷碰上了前女友的豪车 她没有下车 只是放下半扇车窗 我们四目相对 我从她眼里看到了嘲讽和嫌弃 我挺尴尬 就拍拍身上的土 自己爬起来了 五年前 她最落魄时 我抛弃了她 五年后 她身家上瘾 而我身患残疾 穷困潦倒 于是我决定求她复合 可她说 已经有喜欢的男孩了 我说 没关系 我可以当小白脸了 柳如烟说 没碰伤吧 上车吧 我烧你一程 我心中狂喜 富贵不相忘 这个钱女友很可以啊 我拄着拐账 屁颠屁颠上了她的车 拍拍座椅 豪车果然不一样 坐一下感觉屁股都贴近了 柳如烟不屑地看了我一眼 你的腿怎么了 没大事 滑雪的时候摔骨折了 看你样子挺惨的 这几年过得不好 确实是不太好 现在的我 头发纷乱 衣着简陋 就像这梅雨天 浑身上下都透着霉气 和五年前的光鲜亮丽 判若两人 我理了李头发 离开你以后 确实不太习惯 还是觉得有你在的日子比较好 柳如烟痴笑了一声 我问她 你呢 过得挺好啊 结婚了没有啊 她牧师前方认真开车 随口道 还没有 还没结婚啊 我突然冒出了一个龌龊的想法 那我和她是不是还有复合的机会 这个想法确实太龌龊了 毕竟当初我踹人的时候毫不留情 现在人家发达了 我又想贴上去 还是仙人人 等时机合适了再出机 你住哪 她问我 我说出地址 她醋美 那个城中村 嗯啊 我现在也就住得起那种地方了 纪博达 看到你过得这么惨 我就放心了 我下车时 她野鱼 我黑黑笑着 向她亮出微信二维码 加个好友呗 第二天 我斟酌很久 给柳如烟发了条微信 晚上一起吃个饭吧 过了一个小时 她才回复 晚上有饭局 那你哪天有时间 随你的时间来 她 哪天都没时间 我 那好吧 别光顾着忙 注意身体 又开始下雨 这讨厌的天气 我玩了一会儿电脑 就去睡觉了 一觉醒来 雨还在下 房顶竟开始漏水 水正好滴在我打开的 笔记本电脑上 完了完了 我赶紧抢救 折腾了半天 电脑还是罢工了 倒霉啊 这日子真是难过 我坐在窗边 呆呆地看着外面的景色 窗外的景色 就是一个公共厕所 每次一开窗 那味道叫一个亲人心皮 咚咚咚 有人敲门 应该是房东来收租了 不然还会有谁找我 我已经被全世界抛弃了 我拄着拐杖 费力地走过去 打开门 愣住 面前的人身材凹凸有志 衣装滑贵 和这粗陋肮脏的城中村 不像来自一个世界 正是我的富豪前女友柳如烟 来接你吃饭 她直截了当 啥 不是你约我今晚一起吃饭吗 你不是说有饭局吗 就是和你的饭局 啊 这个女人好会啊 欲情故纵 比晚饭时间还早 可以进你家里坐一会儿吗 刘总大驾光临 横毙生辉啊 我妹笑着请她进屋 屋里只有一个单人沙发 她坐在沙发上 我就只能坐床上 她环视屋里 表情复杂 最后 目光落在我裸着的腿上 你不是骨折了吗 怎么没打石膏 石膏刚拆 她露出怀疑的表情 到底怎么了 说实话 我尴尬一笑 别问了 她很给面子的转移了话题 我们聊了聊这五年各自的经历 纪博答 你究竟遭遇了什么 混成这样 当年你条件那么好 我无奈 时也运也 运气太差 可能就是命吧 你呢 怎么混得这么人母狗 我不 风生水起 她说 我也是三生有幸 遇到了命中的贵人 我爱了一生 我当初确实看走眼了 现在我未曾经对你做出的伤害 疼恳道歉 她笑了笑 不必 感谢你离开我 没有你 我才过得更好 没有我 她才过得更好 柳如烟 你可真会伤人 去吃饭前 她要给我买身衣服 我心里开心的不行 嘴上却说 不要为了我破费了 她说 你这破破烂烂的一身 我带不出去 原来是嫌弃我的形象 在试衣间里 我磨磨唧唧 半天都不出来 她在外面问 纪博答 你好了没有啊 快好了 我腿不太方便吗 要不要我帮你 不要不要 可她已经闯进来了 我只穿着一件破旧内裤 好丢人啊 是不是该让她负责 她打量着我的身体 眉头促进 我局促 孽如柳如烟 扶我一下 她抱住我 我闻着她身上的味道 朴素的造脚香 和五年前一样 熟悉到令我忽然泪目 她亲身问我 你怎么这么瘦啊 都皮包补了 我没有回答她 我不知道怎么解释 穿上衣服 我站在镜子前 恍惚了一瞬 人靠衣装 原来我还是帅的 依稀五年前 那个张扬的笑草 可惜务是人非 买好衣服 去吃饭 一家顶级西餐 也是柳如烟名下的产业 我常年吃外卖和泡面的味 难得享受一下高端食材 第一道煮菜上来 惠灵顿牛排 我拿着刀叉 在牛排上滑拉 手使不上劲 越滑拉越吃不上 柳如烟看着我折腾 纪伯答 你不是腿骨折了吗 怎么手也不好使了 而且刚才在十一间 我感觉你不光是腿脚不好使 整个身体的协调性都很差 你以前学街舞的 现在怎么了 她的连猪泡逼问 搞得我很焦虑 索性一咬牙 强行转移话题 柳如烟 我们复合吧 平地起惊雷 柳如烟一愣 手里的刀叉掉在碟子里 围过神来 她捡起刀叉 慢腾腾吃了一块牛排 别开玩笑了 纪伯答 我没开玩笑 我知道你是爱我的 我们曾经有过多美好的回忆 那都是沉芝麻烂骨子了 我不记得了 她冷淡 我撅嘴 你骗人 她眼中显出一丝险恶 仿佛我的撒娇在她看来很丑 我已经有喜欢的男孩了 我愣住 是谁 你不认识 她不在国内 说到这里 她停顿了一下 认真的说 我很爱她 我低下头 捏了捏太阳血 调整了一下心情 对她露出八个牙齿的微笑 没关系 我可以当小白脸呀 我是被柳如烟轰出餐厅的 她说 纪伯答 你比五年前真是有过之无不及 不要脸到一定进见了 我只好自己坐公交车回家 身穿崭新的奢侈品牌衣服 拖着拐棍 我成了公交车上最受瞩目的乘客 遥想五年前 我走在校园里 总是回头率最高的男生 柳如烟追了我很久 才把我追到手 那时的我们 郎才女貌 羡煞旁人 可就在临毕业的时候 我毫无征兆地 提出分手 她在我宿舍楼下等了三天三夜 只求见我一面 再给她一次机会 直到我打开窗户骂她 柳如烟 你就是个穷丫头 我就是跟你玩而已 我的声音 响彻整个男生宿舍区 从那以后 柳如烟就消失了 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我毕业后 上了几个月班就辞职了 四处旅游 玩遍世界 直到三年前 身体开始出现问题 治疗花光了所有积蓄 沦落至此 而柳如烟 在网络金融 直播领域混得风生水起 成为90后新贵 这五年 我们没有联系过 但我时不时就能听到她的消息 从新闻上 从校友口中 去年校庆 系里举办聚餐 以前的社友秦授问我 答答 你去不去 我有点事情 不去了 你不想见柳如烟 她现在老厉害了 给学校捐赠了5000万 我们都想去见见这个大佬 看能不能从她那盘点资源 你们能从她那里盘资源 我只能从她那自找羞辱 聚餐过后 秦授又给我发信息 天啊 你没来可惜了 柳如烟还专门问起你了 问起我 是想看看我离开了她 过得有多惨吧 回到家 我精疲力尽 头晕目眩 抱着谭玉兔的昏天暗地 逛商场 吃西餐 做公交 这些活动对我的身体来说强度太大 我已经无法承受了 我颤抖着手拨打120 刚接通又挂掉 太贵了 我现在连120都做不起 算了 先不去医院了 忍忍看 也许休息一下就好了 我躺在沙发上 闭目养神 糟糕 身体竟然开始抽搐 心跳得很快 想要从胸腔里蹦出来 冷汗湿透了衣服 我哆哆嗦嗦拿起手机 拨通柳如烟的电话 过了很久 她才接起电话 冷漠的 这么晚 找我有事 救救我 说完这三个字 我就没了知觉 再醒来 是在医院的病床上 针上插了好几根管子 有个人趴在床边打盹 头发乱蓬蓬的 衣服也皱巴巴的 像刚打了一场仗 柳如烟 我虚弱的叫她 她猛的坐起身 你醒了 谢谢你啊 救我一命 她望着我 猴头动了动 低哑的问我 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得了这种病 什么病 肌萎缩厕所硬化 运动神经元病 还是俗称的 剑动人病 三年前 我时常感到无力 容易疲劳 腿渐渐的用不上力 直到某一天 晕倒在伦敦的酒吧里 当地医院给我做出诊断 运动神经元病 俗称剑动人病 我回国后 国内的医院 也做出同样的诊断 这种病会让患者的四肢躯干 胸部腹部的肌肉 逐渐无力和萎缩 进展为全身肌肉萎缩 和吞咽困难 最后呼吸衰竭而死 不要可救 这么可怕的病 偏偏找上了我 遇到柳如烟时 我的下肢已经丧失 大部分运动能力 上肢也时不时感到麻痹 没想到病情突然恶化 如果不是柳如烟来救我 我就死在自家的沙发上了 我对柳如烟淡淡一笑 看我那么惨 你舒服一点没 我总算是得到了报应啊 柳如烟叹了口气 再怎么恨你 我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 毕竟 毕竟什么 她没说下去 我想握一握她的手 却发现抬起胳膊都很难了 病魔正在加速侵蚀我的身体 我的时间不多了 柳如烟 我情深默默地望着她 再做一回我的女朋友吧 这样我死也瞑目了 柳如烟没心一蹴 别过头 避开我的目光 我说过 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没关系 我可以当小白脸啊 一阵死记 纪伯达 她咬牙切齿换着我的名字 我是同情你才帮你 你给你自己留点体面吧 确实 我这么做很不体面 我在她微墨时抛弃了她 狠狠碾压了她的自尊 现在她发达了 我又想和她回到过去 可我已经没有与她并肩而立的资本了 你家人电话是多少 我联系他们 让他们来照顾你 我没有时间一直在这陪着你 她没什么好气 已经没有家人了 都断绝关系了 我说 柳如烟听完只是冷冷一笑 纪伯达 为了年上网 你可真货地出去 柳如烟嘴上骂着我 身体还是很诚实地留下来照顾我 她还把我安排到了VAP病房 让我不要操心医疗费 好好治病 我感动得不要不要的 这种已得抱怨的前女友 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第二个 柳如烟 给我讲讲你喜欢的那个男孩吧 有啥好讲的 她低头玩手机 你抓紧讲吧 我活不了两天了 以后你想给我讲我也听不到 她不耐烦地放下手机 就你这贱命 活到八十岁不成问题 放心 我低下头 她叫伊藤诚 过了一会儿 她悠悠地说 是我在国外一个社交软件上认识的网友 那时柳如烟刚跟我分手 毕业又没找到好工作 连番打击 得了抑郁症 某天早上 她在印子上发了一条动态 这个世界好黑 想离开了 很快 收到一条私信 对方名叫伊藤诚 伊藤诚提出了一个奇怪的请求 离开之前 买一只股票吧 涨落起跌 纪念你的人生 鬼使神差的 柳如烟听了她的话 她用所有积蓄 买了伊藤诚给她推荐的一只股票 收盘时 那只股票大涨 柳如烟一下子赚了三倍 她收到伊藤诚的私信 看 这个世界也有亮的时候吗 别离开 一起玩啊 伊藤诚的出现 给柳如烟黑暗的生活照进一缕阳光 她是个很神奇的男孩 柳如烟在她的指点下 做啥啥城 投啥啥火 她就像开了金手指 从炒股炒币 互联网金融到短视频直播 她指向哪里 哪里就是风口 这五年 柳如烟在伊藤诚的指点下 踩中了很多风口 也避开了很多投资围区 金钱名利来的就像大水漫灌 不可能 你在搞笑 我十分怀疑 哪有这么神的人 比巴菲特还厉害 那不早成世界名人了 还会给你当男朋友 柳如烟似乎早料到我不会相信 她无视我的质疑 很认真的说 我的一切都是她给的 我的后半辈子 都要用来回报她 怎么回报呢 我问她 我觉得我的钱已经赚够了 接下来的日子 我想和她在一起 一辈子对她好 那她怎么说的 她的眸光颤了颤 上个星期 我跟她表白以后 她就下线了 这几天 再也没有上线 没有给我发消息 人间蒸发了 也许 她只想帮你赚钱 不想跟你谈恋爱 可是为什么呢 我不理解 我想了一会儿 问她 你哪天跟她表白的 就是在偶遇你的第二天 我把你的情况跟她说了 她知道我和你以前谈过恋爱 她还劝我 好好照顾你 怪不得 她先是拒绝了我的吃饭邀请 之后又跑来请我吃饭 原来是听了小男朋友的劝 我灵光一现 哎 会不会 她想成全咱们 所以退出了 不可能 她立即高声反驳 我从没想过和你复合 我喜欢的是她 你怎么可能比得上她 话音落下 屋里很安静 我轻轻一笑 看向别处 我终于体会到了 当年我在宿舍楼上 对着楼下的柳如烟说 她是个穷丫头时 她的心情 被自己最爱的人瞧不起 痛苦 茫然 感觉自己被全世界抛弃 我一觉醒来 柳如烟已经不在了 她给我预支了足够的医疗费 给我聘请了护工 她自己则放下工作 出国去寻找她了 她给我留了一张纸条 我不想再错过 叹气 傻瓜 你一直在错过 一个月后 柳如烟回来了 怎么 找到你的真命片子了吗 没有 她低落 从她的叙述中 我才得知 那个叫做伊藤城的神秘人 与柳如烟断联后 柳如烟通过追踪她的IP 满世界找她 可是 那个男人像一缕青烟 远远看若有若无 冲到近前 手一碰 就消失了 纪博打 帮我一个忙 柳如烟说 什么忙 你用因子私信伊藤城 她挺介怀你和我以前的事 这次一听到我遇见了你 她不打招呼就消失了 你去给她解释清楚 我不是很爽 你解释她都不听 我解释管用吗 就当是抵扣你的医疗费 不然你拿什么还我 我的心一粮 原来 凡事都有代价 柳如烟对我的施舍 是要我报答的 可是 我不愿意和那个伊藤城说话 我说 我没有因子账号 柳如烟冷笑 这几年你一直用因子小号偷窥我 以为我不知道吗 原来她都知道了 我说 我的电脑存了我的因子账号和密码 可是我电脑坏了 登录不了了 我的借口真是很生硬 柳如烟鄙鄙夷的看我一眼 转身离去 之后两个月 她都没有再来找我 她聘请的护工很有经验 也很复杂 每天帮我做康复 她说剑动人如果被照料的很好 坚持康复 很多人可以多活十几年 我无奈地笑了笑 这种生活 毫无价值和快乐可言 只是为了活着而活着 我宁愿快点死掉 这一天 我正艰难地做腿部活动时 柳如烟打电话过来了 纪伯答 我找到她了 是吗 我很吃吃惊 柳如烟告诉我 她这两个月在坚持不懈寻找她的心上人 有一天深夜 她短暂地上线 IP地址显示马尔大夫 她立即追到马尔大夫 然后给她留言 道尽深情爱恋 终于把男人感动 给她见面了 她跟她回了中国 柳如烟 你确定她就是你要找的人 我当然确定 恭喜你啊 那我 我本来想说那我可以当你小白脸了 转念一想 还是别开这种恶心人的玩笑 我其实从来没想过和她复合 我只想在此之前与她彻底地告练 从此不想念 纪伯答 她忽然很严肃地叫我的名字 柳如烟 怎么了 明天是七夕 我准备向她求婚 你认真的 不再考虑考虑 会不会太草率了 已经蹉跎了五年 没有时间再供我浪费了 那就随便你了 纪伯答 我邀请你参加我的求婚仪式 不要 我想都不想就拒绝了 她一直想见见你 想感谢你 搞笑 感谢我什么 感谢我把柳如烟留给了她吗 好茶呀 但是 转念一想 去会一会这位棋员 也能满足我的好奇心 是什么样的男人 能让柳如烟那么快就认定了 第二天一大早 柳如烟派来的化妆师团队就来到了病房 他们给我化上精致的妆容 精致到了每一根头发丝 我一直在说 不用那么夸张吧 暗妆就可以了 我是去看热闹的 不是去和新郎PK的 化妆师只是一味的说 小伙真帅 刘总看了真要被迷死 喂 我不是去当小白脸的鸭尾 求婚仪式在柳如烟的别墅举行 我到达后 保镖把我抱下车 放在轮椅上 护工推着轮椅走进庭院 深深的豪宅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就要与那个伊藤城见面了 我该说些什么 做些什么 保镖推开金色大门 映入眼帘的是一派金碧辉煌 张灯结彩 亮瞎了我的眼 等等 我怎么看到了一些熟悉的面孔 刘浩 我的大学同桌 秦寿 我的大学兄弟 梅记波 我的大学摄友 他们怎么都来了 我这个样子 怎么好让他们都看到 快带我离开 快点 我央求护工 护工凑到我耳边说 别怕 他们是来送祝福的 给柳如烟和伊藤城送祝福 关我面世啊 忽听一阵欢呼 只见柳如烟身着婚纱 手捧玫瑰 从螺旋台阶上缓缓走下 他看上去那样优雅 骄傲 眼里的深情荡漾如水 这一刹呢 我以为自己在看电影 又好似身在梦幻中 伊藤城呢 他怎么还不出现 不知为啥 我愈发紧张 眼睁睁看着柳如烟朝我走来 眼睁睁看着他来到我面前 眼睁睁看着他对着我单膝跪地 奉上玫瑰花 眼睁睁看着他对我说 纪博达 你愿意娶我吗 我是不是走错片场了 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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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们可竟然窜多 我怒视禽兽 他道歉地向我笑一笑 柳如烟 你有毛病吗 咱俩都分手那么久了 还搁着死缠烂打 我没好气 和我结婚 他定定地望着我 和我结婚 伊藤城 我愣住 果然 他什么都知道了 没错 我就是伊藤城 和柳如烟分手后的五年 我一直用伊藤城的网名 在印象上跟他联系 头两年 我还没生病时 在世界各地跑 IP地址一会儿在日本 一会儿在英国 后来我生病了 继续伪造境外IP登陆 他也一直没怀疑 他提过好几次见面 我都以距离太远为由 拒绝了他的请求 直到病情逐渐严重 我用手指打字 越来越困难 我觉得是该做个了断了 可我不知该怎么和他告别 五年前 我用那样决绝的方式 抛弃了他 五年后 我不想再伤害他一次 不知是不是上天安排 竟然让我碰上了他的车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 会来我住的附近 反正时隔五年 我们就这么意外相遇了 虽然他满脸的不屑 鼻翼 但我能看穿他内心的激动不安 这五年 他一直没有忘掉我 因为他时常跟一腾城提起我 我是他的白月光 他的一男平 我好怕我死后 他会伤心 于是我决定 亲手毁掉他心里的纪伯达 我装作凤凰男 厚颜无耻地要做他的小白脸 果然把他恶心到了 他把我赶出餐厅的时候 他坚定地告诉我 他已经有了心上人的时候 他把病重的我扔在医院 去找一腾城的时候 我都很欣慰 柳如烟 看到你那么绝情 我就放心了 一腾城跟他断联是一个意外 那天下雨 我家房顶漏水 电脑被泡坏了 我没法登录音子了 我只好让兄弟禽兽帮我登录 他因为工作原因满世界堡 没抵达一个地方 登录一下一腾城的账号 证明他还 就行了 之后我会想办法 让一腾城在柳如烟的世界里消失 可我没想到 柳如烟告诉我 他在马尔大夫找到他了 我第一反应 这是碰到骗子了 我本想拆穿 但转念一想 与其让他痛苦的失去真的我 不如让他幸福的拥有一个假的我 就算那男人是为了骗钱 柳如烟那么有钱 也无所谓 可现在才发现 被骗的是我 这场求婚仪式 分明就是为我准备的 怪不得他们把我打扮得像一个新郎 禽兽走过来对我说 达达 抱歉了 我到马尔大夫之后 看到了柳如烟给你的留言 太深情了 太感人了 我就忍不住 跟他全盘拖出了 按摩着眼泪 你不要再折磨自己 也不要折磨他了 人生苦短 放心大胆的去爱吧 是啊 人生苦短 我的人生 尤其短 人群散去 只留下我和柳如烟 他把干枯瘦弱的我抱在怀里 坐在落地窗前 阳光洒在我们的身上 纪博达 你欠我很多解释 跟我分手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第二 分手后为什么又用小号联系我 第三 你哪来的魔力能够点势成金 帮我赚了那么多钱 我默默良久 问了他一个问题 柳如烟 你相信穿越吗 我是个穿越者 穿越前的那一世 我没有和柳如烟分手 我们互相陪伴扶持 一起毕业 一起找工作 然后结婚 用存款付了首付 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日子幸福美满 只限鸳鸯不限仙 美中不足的是 他连续怀孕两次都流产了 找不出原因 我说 那就不要孩子了 我们两个人互相守护着过一辈子了 他靠在我的怀里说 好 然后老天爷就给我们开了个天大的玩笑 结婚两年后 我有一天下楼梯时突然脚下无力 重重栽了下去 送到医院 先治外伤 又发现身体还有别的问题 进行了各种检查 在经历了三个多月的检查与专家会诊后 终于确诊 我得的是一种很罕见的病 俗称见动症 尚无有效治疗方法 从发病到死亡 最快三个月 最慢十年 晴天霹雳 柳如烟不幸血 说一定要把我治好 可是 三年辛苦治疗 毫无效果 我从四肢瘫痪 直至无法自主呼吸 医生在我的喉咙上切了一个孔子 插入氧气管 除了氧气管 我身上还插了鼻四管 倒尿管 肉体的痛苦已经到达了极限 更让我难受的是 柳如烟被我拖累了 我从小父母离异 早就与他们断绝了关系 我生病以后 都是柳如烟独自扛 带我满世界求医问药 照顾愈发虚弱无能的我 她假装坚强 没日没夜照顾我 还把好好的工作辞了 卖房子带我出国治病 虽然医生一遍遍强调 我的这个病 发病率千万分之一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 就要把你治好 不惜一切代价 不惜一切代价 傻瓜 你若治好了我 我余生还能弥补你 可你若治不好我 你付出的代价 失去的一切 谁来偿还 我特别想劝他 给我一个痛快 拔了我的管子吧 别这么互相折磨了 可我的气管插着管子 说不了话 手也动不了 什么都做不了 只剩眼睛还会流泪 那晚我做了一个梦 梦里有一个声音问我 如果能重来一回 你会怎样安排自己的人生 再睁眼 我发现自己睡在大学宿舍里 撑撑腿抬抬手 浑身充满了力量 我穿越回了五年前 谁说人生不能重来 我的人生往回到待了五年 我在操场上疯狂地跑步 感受健康体魄的快乐 然后我躺在草坪上痛苦 我知道 两年后 我将开始发病 五年后 我会满身插满管子 生不如死 这一切 无法改变 我的人生无法改变 但柳如烟的可以 重来的这一生 我要离开柳如烟 还他一个幸福的人生 于是就有了那场轰动全校的分手 我打开窗户 大骂柳如烟配不上我 说他是个穷丫头 把他弄得伤心欲绝 我比他更心痛 也只能告诉自己 长痛不如短痛 虽然我说他一辈子是个穷丫头 我却要让他成为亿万富翁 前世我从事金融咨询行业 未来五年啥最挣钱 我了如指掌 于是我化身一腾成 在印子上联系柳如烟 给他推荐了一只股票 这只股票 就是他人生逆袭的开端 之后几年 我预判了所有风口 我让他投资傻 傻就大赚 他成了年轻的亿万富豪 而我早早放弃了工作 满世界游山暖水 想趁着自己还能动的时候 多看看这个美丽的世界 两年后 不出意外 我发病 我没法改变自己的命运 但我改变了我最爱的人的命运 也算完满了 我在穷困潦倒中 平静地等待死亡 可是老天爷偏不让我平静 他让我和柳如烟相遇 让他看到了我悲惨的样子 不是老天爷安排的 柳如烟说 是禽兽跟我透露了你的情况 咱们偶遇的那天 其实我是专门去找你的 好吧 禽兽那个讨厌的兄弟 我有钱 有很多很多钱 纪伯达 我要清静一切治好你 他紧紧抱着我 声音有些颤抖 我摇头 柳如烟 我只求你一件事 不要给我插管子 太痛了 好 耳边是他压抑的抽气声 三个月后 医院送来一个危重病员 健动症晚期 已经严重到呼吸机麻痹 无法自主呼吸 医生对病人的妻子说 我们必须切开他的气管 插入氧气管辅助呼吸 请签个字吧 女人拿笔的手在颤抖 迟迟下不了笔 医生不断催促 他长叹一声 扔了笔 医生 我们放弃抢救 他坐在病床前 木然地看着他 他半睁着眼 眼里蓄着泪 嘴慢慢咧开 露出微微的笑容 即便形容枯稿 他笑起来仍然很美 恍若五年前 那个风华正茂的笑草 最后 他闭上眼睛 泪水划过眼角 微笑永远地停留在脸上 他俯身 吻着他的额头 哭得撕心裂肺